嗨,我是查理 我們今天來聊一下 巴菲特的波克夏公司 在前幾天 他買下了Dominion Energy 這家公司 我們從這件事情來思考一下 巴菲特 他的主要持股 或者是他喜愛的公司 大部分都是什麼的公司 有沒有一種普遍的共通特性 這個共通特性啊 我稱之為 基礎架構 我們可以看到巴菲特很喜歡這些 基礎的東西 比如說 我們來看巴菲特的第一大持股 蘋果電腦 這很神奇啊 蘋果電腦現在已經佔巴菲特持股 高達百分之 30幾 他的平均成本在140多塊 然後 剛開始佔他的 剛開始他所擁有的市值 大概300億左右 現在已經來到快1千億 那為什麼說蘋果電腦 很有趣呢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巴菲特不買科技股 可是當一個科技來到成熟的地步 而且已經獨大的時候 蘋果電腦你可以把它 把它視之為它是一種基礎架構 手機 就是一種基礎架構 手機所衍生的各種服務 比如說 Apple TV也好 或者是現在的很多的電玩 或者是 Apple Music 這些 已經是一個基礎架構 再加上它有 獨大性 所以 巴菲特選擇它的原因 是很明顯的 並不是因為它是科技 巴菲特就覺得 不可以 不買它 巴菲特不喜歡科技股的原因 當然很簡單嘛 因為它的變動太快了 變動太快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長期持有 所以巴菲特說過一句話 就是 不改變 不改變才是什麼 沒有改變才是投資人最好的朋友 所以巴菲特其實也會買 IBM 跟Olico 他也買過Olico IBM當然是一個失敗的投資 但是你從IBM或從Olico 我們來看的話 其實它都是基礎架構的東西 企業軟體 資料庫 所謂的ERP 企業資源 管理的這些東西 事實上它也是一個基礎架構 那除了蘋果電腦之外 巴菲特的十大支股 主要支股還有哪些 比如說金融股 金融股有 有大家熟知的 富國銀行 WELLS FOLLOW 然後有 美國銀行 在金融風暴 的時候 它去金援這個 美國銀行 所以現在美國銀行是它的 第二大持股的樣子 然後有JP Morgan 不過JP Morgan 好像已經釣出十大持 然後還有一家銀行 叫USB 美國合中銀行 中文好像是這樣翻譯 那你也可以把銀行當成是一種 基礎架構 基礎架構 因為它就是 金融環境 最基本的一個東西 銀行 然後再來是保險 比如說它最著名的保險公司 大家都知道的 GECO 這個保險公司 那保險公司對 巴菲特來講還有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它所謂的浮存金的概念 就是保險金從 保險公司從 保險人那邊 拿到很多錢 那這些錢就可以再拿去什麼 投資 就像你在 台灣 你會看到很多房子都是 授險業 所持有的 比如說國泰人壽 在台北市有很多的房子 都是它的 所以你看它現在也蓋很多飯店 所以這些都是基礎架構 那Dominion Energy這間公司 當然它就是一個基礎架構 那能源類的公司 在巴菲特的持股裡頭 也是算很重要的一部分 當然我沒有辦法一一把它們提出來 那最有名的是 前幾年 將近七八年前吧 巴菲特買了一間公司 叫菲尼補66 它是一個自由公司 所以你會發現 它很愛好這些基礎架構的東西 那在另外一個基礎架構的概念是什麼 是鐵路 鐵路 所以它在2009年買了一間公司 叫做 柏林頓 巴林頓 北方 鐵路公司 好像是 它的 鐵路 代稱是 BNSF 所以你會發現 這些東西 它都有一個 特別的屬性 就是 它是一個基礎的東西 很基礎的東西 比如說銀行 鐵路 能源 甚至是 金狗電腦 你會發現 它的思考邏輯 可能是這個樣子 當然它為什麼買這件服飾 你可能要去問它 或者是從它的 我是巴菲特的粉絲 我是從一個粉絲的角度 來思考一下 為什麼它會去買這樣的公司 那 人員類的公司 好像在這半年一年 在台灣好像也蠻熱門的 比如說一些 氣電工程 就是電力公司 還有一些瓦斯公司 像瓦斯公司 像瓦斯公司也是很基礎架構 為什麼 因為 很多瓦斯公司都是退服會的 然後 在某一個地方 它只要 這個基礎建設 建置下去之後 你要撼動它的地位是很難的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什麼價格值得買而已 那電力公司也是一樣的 尤其你到大園 桃園這樣子一路往下 你會發現很多 很多發電廠 那那些發電廠都是 電力公司所擁有 所以電力公司能源 它本身就是一個基礎架構 那 巴菲特的主要持股 當然除了這些基礎架構 當然還有其他東西 那這些東西 一定是什麼 獨大 寡讚 然後有很大的市場優勢 可以建立它所謂的什麼 預存合物 那其他東西 巴菲特不去碰的原因 也是很簡單 因為他說過 就是 只要不在它的能力圈的範圍裡頭 它就不會去買 因為它不懂 所以就這個概念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物資 如果你買共同基金 你要知道 你的共同基金經理人是誰嗎 如果你買一個單一的個股 比如說 任何一家公司 台積電至少你要知道 它的董事長總經理 經營團隊是誰 那既然你要買台灣物資 那 你總要知道台灣物資裡頭的公司 有哪個企業 那台灣物資 我們來看一些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共同特性 就是說 基本架構 比如說 台塑石堡 台塑石堡就是一個標準的 基礎架構的東西 石化 比如說 台塑 塑膠 台化 我說錯的話在九正國 比較資深的投資人 然後 台塑石油 南亞 這些都是很基礎架構的 然後 可能有一些基礎的製造業 比如說 鴻海 廣達 河塑 偽創 這些基礎的製造業 然後半導體 也是一個 半導體代工 就是所謂的Foundry 那 還有 聯發科 IT設計 也就是 Fabless公司 五金原廠的半導體公司 那 你看接下來 可能 還有另外一個 IC設計公司 它是 它是瑞域半導體 它可能目前在後補名單 錯了 這個IC設計比較沒有基礎 IC設計比較沒有基礎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 IC設計 這個 它變化太快 變化太快 IC設計公司 比較不屬於這個範圖 對不起 那基礎架構的東西 除了 台塑 石化 台塑 世保之外 還有 基礎製造業 當然就是銀行 台塑50里頭有很多銀行 那還有什麼 台塑 比如說 製造業除了 電子 電子業代工之外 比如說 鞋子的製造業 鞋子的製造業 比較有名的當然就是 寶城跟 豐泰 那 寶城 好像被踢掉了 因為 寶城出了一些狀況 所以你會發現 台灣50 也是有這樣的特性 那 另外一個 我沒有提到的 電信公司 電信公司 比如說 張華電信演出版 泰哥大 這些都是在台灣50的名單裡 那你就會發現 這些是 很基礎架構的東西 那 剛剛提到的 巴菲特的 這個柏林頓北方鐵路公司 那台灣50 也有一間鐵路公司 就是台灣高鐵 所以這也是很基礎架構的 當然不是說基礎架構的東西 你就可以去買 不是這個意思 比如說現在5G很紅 你去買5G 其實是非常不建議的東西 就是說 一個基礎架構的東西 來到一個成熟的地步 一定是要來到成熟的地步 那才屬於什麼 那才屬於一般投資人的範疇 應該這樣講 一個東西 不是說基礎架構 你就可以去買它 而是 當它來到一個成熟 穩定 獨大 那才是什麼 一般投資人 他該去投資的標題 否則 那就不是你的賽局 那可能是法人的遊戲 那可能是創投 或者是 一些私募的基金 或者是投資公司 他們的範疇 那不是一般散戶的範疇 應該這麼說啦 所以如果一般的投資人 也去 沿用這樣的一個思維 然後去長期持有 一些穩定獨大 基礎架構的公司 那事實上 他要失敗的機率 不是 不是那麼高 基本上都是會成功的啦 都不會失敗 那 要叫一般的散戶投資人 去 買那麼多公司 太麻煩了 太麻煩了 要買一張台積電 然後你要買一張 台說是法 你要買電子五哥還是六哥 他們的公司 然後你還要 分散你的時間點 分散你的資金 去 去部署你的 你的投資組合 是太麻煩了 太麻煩 一般的散戶投資人 所以最好的方式其實就是 台灣50 ETF 那也不是說ETF你就可以去買 當然啦 這就是另外一個議題 如果我們有時間在討論 不是 像現在ETF很熱啊 就是 其實可以買的就是那些而已 那 最主要的還是 我們剛剛講的嘛 不是ETF你就可以去買 它背後還是有一個概念在那裡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 為什麼要買 台灣50ETF 那為什麼 台灣的整個股市 它的重心就在這幾間公司 我們要買的就是這幾間公司 是比較簡單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聊到這 如果 我講的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那你都可以留話 我們來討論 或者是你有什麼樣的 的問題 想要詢問的話 你也可以 留言給我 我 有能力 我就會回答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 我們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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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討論